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历时六年赤资7000万元新建 占地300多坪 在去年的11月通过认证 取得合法加工厂登记 吉安乡的保健作物加工厂终于完工了 20号的上午是举行了揭幕仪式 现场吸引了许多小农前来管理 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感谢一路上许多贵人的支持 而未来加工厂不限吉安乡 希望能够扩展到以花东 扩大对农友的服务 增加农民收益 造福全体的农民 历时六年在花东基金益柱下 赤资近7000万元新建 占地300多坪的花莲保健作物加工厂终于完工 在20日上午举行揭幕典礼 符合ISO HACCP等规范 并具有合格加工厂登记 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表示 加工厂设立两条友善 一条有机加工生产线 代工干燥打碎抹粉及生产茶包 处理作物品像有姜黄 当归苦瓜绫藕等 现场吸引许多农友前来参观 这种建筑物是地上三层的建筑物 总楼地板面积是1158平方公尺 大约就是换算我们的坪数是350平方 一楼是作为我们未来冰品加工厂用 二楼是惯性保健作物的加工厂 有两条产线 三楼是有机保健作物的加工厂 有一条产线 那是有认证的 保健加工厂幕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 那我想我请我们的有美贵有主任 是不是上台一下 都跟我们美贵主任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位 当然我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前农业处长柔農的处长所代理的团队 包括银窑包括红兴 都给我们这个计划协助很多 希望台湾的农业看花莲 花莲的农业看我们的农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 所以在这里真位全力以赴 来跟我们农友一起成长一起茁壮 当然我们的产销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今年我们更请吴昆仁处长 来担任我们花莲县的农业处处长 在线上线下的平台 以及在零接触以及这个直接经济的部分 不断的往外拓展 更到我们销售到我们国外去 地上三层的加工厂 同时也是太阳低耗能建筑 兼顾节能减碳 爱护地球和永续发展的目标 未来工厂将建立产观学合作 除了与花莲农改厂做技术的交流 也将与慈基大学、洞华大学研发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保健产品 提升生产技术、设计包装、行销能力 提高花莲农民受益 共创农会、农民消费者善盈的局面 记者蒋帮燕吉安箱报道